我问你的问题 谈过恋爱吗 谈过恋爱 粉丝能接受你拍接吻戏吗 粉丝肯定不太能接受我拍接吻戏吧 连你妈都不关心这么赞成你 你还当成粉丝 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们这把带的演员 我先看个粉丝愿不愿意 怪不得我们还能传载 还能演戏 各位老师好 我是演员手语 深呼吸 先休息十秒 没睡 没睡 让他自己处理 没睡 我都不想这样的 因为我一见到前辈 我都会很紧张 这个是我的PPT 我beauty 我不只是一个甜妹 因为我之前演的很多角色 都是一个甜甜 很甜 很开朗 然后开花生生的女仔 小月啊 淡定一点 淡定一点 好 你很吃亏 你现在来见到我们 你用这个态度 演员就要演 把你很紧张地演到很淡定 行吗 可以 好 来 所以我这次来到 不愿意超愚笨 我想多打开自己 看看自己还可以演 其他类型的角色 然后我剪了一支好小的片 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三语 这个是我的字 我介绍 担心大家会听不懂 所以我还是用普通话吧 大家好 我叫沈爹 今天19岁 好美啊 大家好 我叫沈爹 今天25岁 这是我的特长 这是我最近的学习目标 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我的生活远不止这些 希望在节目里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拓展与尝试 希望自己好好表现 哇哦 他做得好好啊 好好哦 我想问问 其实你有六年的戏灵 但为什么刚刚出场 你看到我们 你会紧张会 情绪会 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 是不是刚刚是演的 你刚才是一个band出来的吗 我觉得他在表演方面很可以 很放松 很自我 有满皮的人嘛 是吧 是的 因为我觉得人活着最更有害身嘛 做人跟做演员好像有点不一样对吧 做演员那么开心就很难搞的 做演员真的不是拥有太开心的人生 平常你说你一直情绪都在高点 任何场合你都是这样 你观察个周围的人吗 我特别喜欢观察生活 你观察的点是什么 就是那些包袱那些东北人的梗 老奶奶依偎在老爷爷的身上 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 然后幸福的表情 我觉得作为女演员啊 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年龄 就是很尴尬 你觉得我们作为演员 在内地有什么竞争的能力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题目 探讨得太好了 因为我就是有跟我的朋友聊过 要是我要演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妈妈 不是年轻的妈妈 比如说我已经生了可能五六个孩子 然后最大的那个是三十 我说别着急 因为我现在就是很相信就是 就是上天有他资格的安排 你觉得我真的能五十三岁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子吗 这不可能啊 那五十三岁还能找你演什么 你试试试 那就演一个妈妈 因为我们现在纠结的是 不可能的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卡呀 因为娃娃脸是很很惨的 都卡在那个那个年龄 你看胸龙子跳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些人关心你 就是因为 人家也不敢找你演少女 也不敢找你演妈妈 去亚娃脸上了 我们יר上一段时间 合作 隐形 大家好 我是袁云赵英子 发业于中央海格学员 �� använd 去到十一年 出演过 设计一步 走颇 然后我现在以PPT的方式 给老师介绍一下 我真实的自己 各位老师们好 我是迪密孟扎赵英子 迪密孟扎是网友 给我起的外号 我当时立刻就收下了 他们来源于 迪丽热巴 姚蜜 孟子毅和古丽纳扎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我认为 他们是娱乐圈的 颜值天花板 我问一问你问题 我没看懂 我是迪密孟扎 是什么意思 他是那个 就是迪迪热巴 杨密孟子义的结合体 就是 华明有情 就四大天王集于一体 那你为什么 你自己是赵英子 你干嘛要他四个名字 对对对 是的老师 就是当时 其实我是 看了网友 给我的这么一个评论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把它用上来了 但是你不觉得是个 是不像的一个贬义吗 是损你的吧 对吧 我认为真的认为 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 天花板 所以我就把它转化为 这是对我的表扬 那我以后我出来 我就是 Spilbert Lucas Tarantino 耳朵生 太可爱了 对 总之老师 你能记住我就好 你觉得你自己 跟他们四个人 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或者超越他们之处呢 我觉得是颜值可能 比较有一点 可能网友觉得比较相似 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演技 和他们来比 我就跟自己比 对 就是说他样子 有一点像 他演技方面 不要站到这四个人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连勇我不介意 演技别来了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 那个图是真的摔倒 还是形容 真的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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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 是这样 我当时在拍 《天衣无缝的杀青》 我大概连拍了 是四十多个小时 然后我就要去参加红毯 那天北京特别冷 然后我就穿着那个吊带 这整个我就不好了 晕倒的时候一瞬间 就是想去扶 但是又扶不住 请你稍微 请你稍微靠后一点 有什么不舒服吗 来 你为什么外面不加约绒啊 它不能加的 以后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今儿个他们让我穿礼服 我说坚决不穿 我穿得厚厚的 因为我怕再晕倒 你觉得你多方面的很右手 你有没有缺点 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我太实在了 我想回到演出方面了 作文方面 我真的 我们很难 好 这是我的履历 其实我的事业呢 是初到即巅峰 大二的第一部戏呢 就是女一号 第三部戏就是当年的收视率第一名 后边的成绩我就不说了 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超越我出道的成绩了 但是我觉得无论成绩好坏 演技还在 那个 郑宇哥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香港的那些电影的话 我适合哪类的角色 尖子 尖语哥 我觉得啊 儿岛很多香港电影那很适合你 很现实的题材 这个人很放得开 嗯 儿岛那些电影就 千万不要演 是另外一个课题 你意思写诗片是吧 对对对 对千万不要演 二岛节的呢 我有机会找你的戏看一下 对对对 很很适合他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所以二岛 你都都留意我 谢谢 好你去准备一下啊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接着请刘耀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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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刘耀文 我是一个八字 生母姻缘 没有影响经验 没有 呃 影响 作评 作评 没有系统合作 希望来到这里都 向各位清白合作 然后我准备了一首 粤语歌 叫初恋 好 好 好 非常好 唱得不错 我认识他很久 大概三年前的时候 我到他们团里面去见演员 对 你现在才17 17 17岁 那我见你的时候 你才14岁 超多 但是他完全变了 长大了马上 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感觉还是性格没有怎么变 还是比较内向 小丁他演戏很好 所以我现在都很期待他 念完表演之后 再出来跟他合作 我看你的理力 就是说你唱歌 跳舞都很厉害 那现在你又想演戏 你知道唱歌跳舞跟演戏 是两码事 那你觉得自己 有什么能力去演戏 我觉得因为我们唱歌 跳舞的时间会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表演 跟这个上舞台 可以稍微通融一下 可能多尝试几次 我觉得进步应该蛮快的 如果有一个戏来找你 给你一个男一 那你能承受外面的风评吗 没事 因为他真的还没演过戏 他是白子 是最好是白子 因为白子是怎么样去画都可以 那如果碰到一个好的薄落 好的导演 其实他就马上变成一个 七七彩彩的 谢谢老师 你真的言行举止 很像年轻的吴彦祖 但是你要记住 你像吴彦祖 但是不要去做吴彦祖 明白 发挥你自己学过来的本事 在每一部电影里面 发挥你自己 要闻本事 就不是阿祖的本事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希望我们不可以让你造成 童年音影在演表演方面 那你珍惜这个机会了好不好 好嘞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是拍戏住更有开心 鬼走主面不自己 的葛晓婷 我从六岁开始 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部古装 这个是我十八岁生日 当天拍的一部戏 这是我的第一个反派 我可以在一部戏里 一人分事两绝 这是我的这个slogan 就是来无限超越班 站好这班岗 我海过云亭 我军北好了 你看看她的履历 她是专业全国第一 因为我跟她合作过 我觉得她是非常好 真的 她挺专业的 还有很礼貌 谢谢 小婷啊 我看到你大部分 没有当上女艺的 对不对 对 如果你在片场发现 别的女演员的灯光 永远比你好的 你会怎么办 我会专注在自己的表演 因为我去计较那个东西 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就是 不管是机位层面 还是灯光层面 就女一号只有一个 对 他们一定是优先考虑那个的 那对我来说 我唯一的优势就是 我对表演的执着吧 这样就对了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到内地来 就没有当主角 当配角 或者是女二女三 光是不在我身上了 真的不在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显示你的本事的时候 因为我是很幸运 我是从一出来就给选做女一号 所以呢 我反而是有点很容易会骄傲 觉得我可能就是我演的好 但其实终于有一次 我就第一次去演配角 戏不多 廖此致演我的男朋友 他戏比我还少 他都非常能吸引我 他把所有这个人物 所有的情感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只是有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他都非常能感动我 其实我都看见 观众也看见 导演也看见 监剧也看见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配角 我就放弃 肯定会有人看得见的 有时候男女主角都是长得很帅 很漂亮的 男女配角都是系好的 都是实力的 用实力说话 其实我相信他有这个潜力的 他可以有把 我把光拿过来 这就是功力嘛 加油 拜拜 拜拜 继续努力 他虽然年纪很轻 但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也挺欣赏他的 我们这个阶段要翻拍一些很知名的IP 其实都是今天来到这里的前辈演员的一些监制 都是在他们艺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 你们选了之后 他们会带领你们完成这个翻拍的 下面我先依次序公布IP的角色 抱抱人生大戏高端优粹开启 接下来进入俊乐堡优粹有机奶粉 未来无限 优选时刻 哇 这么多纪念IP 我每个都想进去 想选冲上云霄 想和吴振宇老师合作 想演的是 想共青戏还有精致玉灭那种 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幻想自己当娘娘吧 是不行 是我最喜欢的党剧 小时候也会看上海滩 陆顶记太牛了 冲上云霄当时非常有影响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只有11个角色 可能有一位会落选 所以你们要想清楚 尽力去争取 如果我没有被选的话 我会有一点不甘 很懵的一个状态 其实被压力被增的 我是真的怕之后 一个戏都没有眼上 好 我们首先开启 冲上云霄的剧组选择 电视可以这么多看的 我们会非常某程度上有机会 令到某人的家庭 为什么是不开心的 来 因为之前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机长的梦 然后之前还想做 想去考一个加给飞机的证 但是还没到年纪 我说小时候一直想当战斗机飞行员 但是提前失败了 我想得到吴振宇老师的指导 难选吗 我说过会给你一个同年阴影 我就来负责这个成功好不好 我就选你 谢谢吴振宇老师 因为刚好我是无限 那时代兄弟做起来 可能对于学员会有更多的 更好的意见吧 尤其是他们没学过的人 更容易去让他去尊敬 表演里面 一步一步慢慢慢慢来 希望不会带给你一个噩梦 不会了 不会了 我们现在开始录顶纪 我怕你啊 我怕你不够胆的 就算我再跟你打多百次 你都会输给我 我怕你怕我 好 死亦会不见不散 死亦会不见不散 交给我们的 车保罗老师 好 有哪个哥们愿意参加露顶纪 我眼镜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是有点问题 好吧 那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剧 有什么特别 我想跟年轻的这一代的人呢 大家分享经验 还有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这个剧呢 很特别 很厉害 你看 二十几年前 我在里头只不过演一个小的角色 叫半头佗 二十几年后的今天 我走在哪条街 哪条巷子 很多人 哎 这个不是什么什么 成功了 对不对 里边有个皇上 有个小宝 那两个是主角 如果谁有份参与这个演出的话呢 他比我更厉害 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 第三 我还有 很多秘密的武器 那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这个小老头 一块玩 我 我 我愿意 哎 好 好 车保罗老师 说完那番话就有人我举手了吗 我觉得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一些 大家可能不愿意去怕尝试的东西 那就来试试吧 我找到一个number one so who's the number two 那反过来说了 我很想听一下 你为什么不选 嗯 这个问题好 因为陆顶记 太牛了 哎 好 嗯 说了真心话 所以没敢碰 真心话 而且 严伟小宝的演员又很熟 陈小春春格很熟 所以就是更不敢碰的一个原因 哦 哎 不过你想一想哦 陆顶记 在电视台里是 每十年就变一个版本 又找一个新的演员去做那个版本 哎 越演越火啊 谁都想看陆顶记啊 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呢 但最火的还是第一版呀 对了 我们先别管谁做皇上谁做小宝 你愿不愿意参加我的团队 老师 我有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 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 可以让导师们看到我的更多可能性 这是我来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希望先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 其实我要插嘴 因为我们刚刚希望你们能争取经验 就你们现在你想的多了 因为你有心目中那一个角色 你不一定选得到 但是要争取 越比较之前那个演员 你不更有机会吗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的吗 你不需要跟他们比较 我们之前说过了 所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 你要马上要回复 你自己决定 没有勉强的 你决定之后 你自己承担你自己的后果嘛 每个人都要这样的 对不对 接还是不接 本节目由胡姬花鼓法小炸花生油赞助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SUV 全新图王X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三星Galaxy Z系列 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 君乐宝优醉有机奶粉独家冠名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 你要马上要回复 接还是不接 sorry 我还想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 对不起老师 sorry 尊重你的决定 请坐 好 请过来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好 现在是宫心记剧组选择 如果我肯力静得非是无辜 是你非他擦装教我 你们就会给我掌管上公局 没错 原来你们真的想设计无陷本宫 非议你 你 放线 老师好 不管是姚精灵还是钱飞燕 他们俩其实都是反派嘛 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演戏的话 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体验 对 主要是因为我特别想演一次反派 今天早上你问我就是我入行十八年 有什么没试过就是反派 女生跟女生的戏我特别爱看 因为我本身觉得女生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部 就觉得我对这种后宫的戏比较拿手 我会比较伸长一点 老师 嗯 对不起 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你最拿手是反派 那我觉得有时候机会应该是给一些希望能够转型 而没有机会的 OK 我已经有答案了 海琪 两位 过来 两位 感谢你 感谢 感谢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现在开始使徒行者的 他身上那股异症一些的东西我身上都有 卧底是有两面性的 然后其次就是他是一个火爆的性格嘛 我也是 还有就是各位监制说我平时太嘻嘻哈哈了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让各位监制看到我冷的 诶 刚才你拒绝了宫保罗 你说你心中已经定了是 报C 是我的首选 是 是很厉害 我就要理 谢宇哥 定解了 谁有兴趣 我调动情绪和信念感也是蛮强的 我希望能把这个角色挑战成功 真的很爱这部戏 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我都很爱 包括您演的方黑高 谢谢 我选你 你过来 谢谢 对不起啊 没事 上海滩的选决 看看 浪奔浪流 万里涂涂江水荣不流 看过发哥赢的电视剧没有 没看过 对 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他是非常有气场的一个角色 我平时没什么气场 对 所以蛮想挑战 这种当大哥的感觉 柯宇 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大哥 其实他不单只是一个大哥 从一个小人物吧 经历呢 跟他那个遭遇呢 就是许文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 还有非常深沉的 我看你的外形呢 和你的表现呢 我觉得你是可以 捉拈得很好的 可以发挥出来的 谢谢老师 女生来争取了要 因为我本来就是上海人 然后我又有很强的民国情结 我就很想演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去文文弱弱 但是心里特别有劲儿的一个角色 里面也有很多感情纠结的一些戏 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把握 我再选择 黑衣服 谢谢 按照这个外形来说 我觉得黑衣服这个同学 更符合教养这些气息 对不起啊 没事 就是我是一个不撞难强不死心的人 所以我就每一个我都站起来 那金枝玉捏的居住选择 张可怡 邓翠文 金枝玉捏 你想表明清白 画花你自己的臉 忐忑呀 非常忐忑 我总觉得我要最后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戏舞 跟我之前演的一个角色比较像 感情全白费了的时候 她是懂得保护自己而已 对 那我也很开心 其实对玉影这个角色了解也非常深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就 就已经 有一个人物 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 那个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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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